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罗燕芳 在香港,张子强,叶继欢,纪炳熊并称为三大贼王 他们制造的案件曾经引起极大轰动 然而作为三大贼王中排名第一的贼王 张子强与叶继欢,纪炳熊相比 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他能成为贼王,有一个女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她名叫罗燕芳 罗燕芳和张子强是青梅竹马 不管是张子强做了多少坏事 他都不介意 并且他还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张子强 为张子强生了两个孩子 张子强与罗燕芳结婚之后也有所收敛 他也曾想过好好过日子 为此他还拿出积蓄开了一间金铺 只是张子强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 在他的认真经营下,金铺亏损很严重 为了止损,张子强甚至让以前的兄弟打砸自己的店铺 然后去骗保 只是他的伎俩被保险公司识破了 张子强骗保失败 面对骗保失败,金铺亏损的局面 张子强回归了老本行 他决定抢劫劳力士手表 1990年2月22日 有几十箱劳力士手表从瑞士运抵香港启德机场 张子强带着四个兄弟 抢劫了装载劳力士手表的押运车 共计抢得40箱 价值3000万港元的劳力士手表 张子强能成功抢夺这些劳力士手表 与罗燕芳的协助分不开 彼时在实施抢劫之前 罗燕芳已经打入劳力士手表经销商公司内部 成了该公司的电脑资料输入员 掌握了该公司仓库进出货的重要信息 他给张子强提供了准确情报 才是张子强抢劫力士手表成功 并且一年后 罗燕芳又协助张子强 抢劫了1.7亿港元现金 那时罗燕芳进入香港一家护卫公司工作 这家公司有负责运送现金的业务 恰好这一年的7月12日上午 某家银行罗燕芳所为 江港警方逮捕了他们 被抓之后 张子强自然不承认自己是抢劫犯 但因为警方掌握的证据 他还是被判入狱18年 他的妻子罗燕芳则因为证据不足 当庭释放 罗燕芳被释放之后 他就积极营救张子强 他聘请了律师 为了使张子强出狱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最终张子强在被监禁三年后 他的第一个办法起了作用 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称张子强无罪 在这场发布会的最后 罗燕芳声泪俱下的说 警方不但制造冤案 还搞刑讯逼供 你们看 他撩起了自己的长裙 露出了大腿 他的大腿内侧 有一道长长的浅红色的伤疤 罗燕芳哭着说 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 竟用刀在我的大腿上划了一刀 在展示被香港警方 刑讯逼供的证据之后 罗燕芳所说的这番话 震惊了在场的媒体 并且在被报道之后 香港市民也大为震惊 大家纷纷谴责 香港警方的不正当行为 最终关于张子强案的舆论被扭转 1995年6月22日 张子强被判无罪 当庭释放 在释放的那天 因为心情实在太好 张子强走出法院的时候 还对着媒体 比了一个大大的V字 并且他还起诉了香港警方 获赔800万港元 在这之后 张子强的胆子越来越大 他已经看到了香港司法的漏洞 他形势更加肆无忌惮 并且他还和另一位贼王叶继欢合作 当两大贼王聚首 他们就想玩票大的 他们想要绑架香港首富李嘉诚 无奈李嘉诚的保安做得太好 他们就选择绑架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聚 只不过在绑架李泽聚前十天 叶继欢被抓了 在叶继欢被抓之后 张子强还是决定案员计划进行 他带着叶继欢的兄弟们 在1996年5月23日成功绑架李泽聚 从李嘉诚身上拿到了10.38亿港元 拿到这笔钱之后 张子强分得3.62亿港元 他给叶继欢留了7500万港元 随后他又绑架了香港第二富豪郭炳香 拿到了6亿港元赎金 两次成功绑架顶级富豪 张子强也成了大富豪 但是他爱赌 他跑到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 输了不少 至于张子强的这些钱 为什么没有全部输完 还是因为罗燕芳 罗燕芳拿着张子强绑架 所得的一部分钱置业做投资 不过在绑架完郭炳香之后 张子强并没有收手 他又有了新的绑架对象 他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 只是这一次他的计划 被澳门警方识破 他并没有成功 绑架赌王失败 张子强就转身去做另一件事 他要营救叶继欢 为了救叶继欢 张子强从内地购买了800公斤炸药 计划炸掉叶继欢所在的赤柱监狱 将他救出来 这次张子强的运气没有以前好 他的800公斤炸药 被香港警方意外发现了 为了避风头 张子强跑到了内地 但这一次他插翅难逃 1998年1月25日 张子强在广东江门被捕 为了营救张子强 罗燕芳使劲浑身解数 他想将张子强引渡香港 因为香港没有死刑 只是这一次罗燕芳 也没有1995年那么幸运 他没办法将张子强引渡回香港 最终在1998年12月5日 张子强被判死刑 并在宣判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中年43岁 他结束了他充满罪恶的一生 在张子强被枪毙之后 有些不法分子盯上了罗燕芳 因为他们知道 罗燕芳肯定留下了一大笔钱财 这些钱财也只可能在罗燕芳身上 并且失去了张子强庇护的罗燕芳 他们根本不畏惧 甚至有个四人的团伙计划绑架他的儿子 索要千万赎金 不过他们没有成功 他们在实行绑架之前被警方识破了 面对如此情况 罗燕芳知道在香港待不下去了 他变卖资产 据说有20亿 然后带着张子强的母亲和两个儿子 远赴泰国再也没有回来 在泰国的罗燕芳没有再结婚 他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才 孩子们还考入了名牌大学 他也积极赡养张子强的母亲 如今他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 有人说张子强犯了那么多事 丢了性命 是为罗燕芳做了嫁衣 说他是大赢家 但失去丈夫背负恶名 真的算大赢家吗